大家好 我是刘真 今天好吗 被杨子琼刷屏了啊 奥斯卡颁奖 杨子琼拿到了奥斯卡影后 所有的大媒体小媒体自媒体啊全都刷了屏了啊 好像是我们中国人 中国演员拿了影后一样 但是 杨子琼他不是中国人他虽然是黄皮肤他虽然是亚裔但是他是马来西亚人 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马来西亚人啊 他会说中文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也有中文 所以这时候大家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的与有容颜好像是中国的女演员拿到奥斯卡一样 如果真有一个中国的女演员拿到奥斯卡的话 我会连出实际节目给他吹 吹爆他啊 但是杨子琼不是啊 大家也别太激动了 这个亚裔 这时候就不要那么好像跟我们特别有关系 因为平时我们也觉得 日本不行 韩国不行 菲律宾不行 马来西亚不行 反正都不行 是吧 这时候就别 往一块凑了 啊 确实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亚裔黄皮肤的女性啊 拿了奥斯卡 影后 然后 奥斯卡是一个什么地位 这个大家我觉得不用说了吧 就像是 学术上的诺贝尔 就像是 音乐上的格莱梅 啊 这是 皇冠上的名著啊 整个演艺行业皇冠上的名著 所有的 各个大大小小的A级电影节 什么各种颁奖的演礼加起来 都不如奥斯卡影响力大 不是因为他是 美国的奖项 而是因为他是学院奖 什么叫学院奖 他是美国电影学院 投出来的奖 他是 5000人啊 这个 学院里面的各个专业行业协会里面的人 所有人都参与 比如说导演协会 摄影师协会 所以他是最专业的人投出来的最专业的 他相对来说 也是最客观的 我只是说相对来说 因为其他的电影节 像什么威尼斯电影节 阿卡纳电影节 他都是有评审团的 评审团可能最多就十来个人 少的时候都不到十个人 他是相当主观的 那评委们的喜好 比如说今年的评委 评审团主席是谁啊 他的喜好可能就很关键 就可能会左右最后谁拿奖 但是奥斯卡相对来说 就是因为这么多人投 就是都是专业人士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客观一些 但是 不要说我崇洋媚外了啊 今天我要狠狠的吐槽一些现在的奥斯卡 我对现在的奥斯卡是非常的不满意 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举个例子 去年的奥斯卡 颁奖典礼 你还记得哪一 你还记得哪一部电影特别让你印象深刻吗 你还记得哪个演员的表演让你特别印象深刻吗 不不不没有 你所有人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威尔史尼斯 上台给了这个主持人一个大二挂子 这件事的影响力热度 这个传播度啊 都是最近几年奥斯卡的最高峰 其他的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的优秀影片 乏善可乘 优秀的表演 乏善可乘 这就是现状 没有特别好的片子 让人们无比的怀念 曾经这个美国电影工业的最辉煌的时代 因为毕竟当时他还 不是一个国际类的电影奖 他只是凭美国好莱坞的奖 但是现在有了最佳国际影片这些 也逐步的把这个全世界的 优秀影片带进来来评讲 但是 这几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好莱坞变成了左莱坞 越来越左 越来越白 这种风气 在好莱坞是最盛行的 所以 一旦这个 某某正确某某正确的这股风 刮起来之后 创作的自由就受到了很大的干预 因为你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以前 这个奥斯卡的主持人 可以开各种各样的 玩笑 种族的玩笑 这个 昏断给这个人开玩笑 给那个人开玩笑 无所谓 大家都不会觉得 不舒服的地方 但现在不行了 种族玩笑不能开 这个肤色玩笑 不能开 国籍玩笑 不能开 各种各样的玩笑 都不能开 所谓的什么什么正确 其实就是 一条又一条禁令 你心理上的这种禁令 那有了这个以后呢 那大家就是连段子都没法随便说了 今年那个主持人 Jimmy Campbell 鸡毛哥 上面就说了一个段子 说 维尔什米斯 那就只能说维尔什米斯了 你今天要想上来打我 你必须要过他们四个关 这四个人是谁呢 现在是演奎迪的那个哥们 乔丹的那个壮男黑人 然后 杨子琼 亚裔 黄州人 然后这个 红毒蛇 这个权力游戏里的红毒蛇演 曼达洛人那哥们 拉丁尔 然后 最后一个蜘蛛侠 加菲 蜘蛛侠 白种人 开个玩笑都要把 这个主流这个种族 意义带到 少了谁谁估计都跟他抗议 这还怎么玩 说回本届奥斯卡 瞬息全宇 就是杨子琼夺冠的 夺 夺后的这个影后的这部片子 拿到了所有的我认为值得说一说的讲 所以今天奥斯卡就没什么可说的 我首先代表我自己 发表我的 这个观点 瞬息全宇 咒这部片子 我真的好不喜欢 我真的觉得他挺烂的 第1次看的时候没看完 睡着两次 然后咬着牙看了可能一半 一个小时多一点 放弃了 后来他不停的获奖 到处获奖 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 他已经超过指环王成为影史上拿奖最多的电影了 多可怕呀 是吧 那好我又捏着鼻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所以你不能说我没看没有汉眼群 我从头到尾把它看完了 我还是坚持我那个观点 这个片子挺烂的啊 他拿了最佳原创剧本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最佳原创这个脑洞 这类似的本子太多了吗 动画片都好多 是吧 我觉得比那个漫威那些动画片的脑洞都差多了 然后对亚裔人的这种 刻板印象啊 从穿着打扮到行为模式啊 到整个家庭关系啊 刻板印象 到语言表达方式啊 然后到那些这个成龙时期的成龙远古时期最早的那种 类似于成龙动作片喜剧的那些梗啊 那些作为笑点和卖点啊 来突出 我都不觉得好啊 我没有让我产生任何愉悦 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西方的观众对这部片子推崇被制 那我现在觉得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某某正确啊 终于要让亚裔人来振兴一次 因为之前有这种全亚裔的片子 水平没那么高 这次好 相对来说还不错 然后其他对手也太差 我自己之前的预测 最佳影片应该是西线吴战士 结果他把西线吴战士搁到最佳国际影片里去了 最佳国际影片里头那几块料真的不够大 所以西线吴战士毫无悬念活跃 但是在最佳影片的这里面 我觉得西线吴战士要远比顺息全宇宙好 甚至这个 汤姆克鲁兹的那个 《壮志灵云2》都要比这部好 都能让我看得这个异常的兴奋和紧张 所以我不太理解啊 这个就是这一部片子肯定拿到了很多相关的票 你没有人敢说不好 这是亚裔人最后这个这个美国梦城镇的一刻 这个最佳男配角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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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耀威拿奖的时候 我家里有个八十岁的老八十四岁的老妈 正在看啊 当然他没有上来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我觉得非常好 他说 感谢我的母亲 他正在看 然后这就是我 我是 难民 我是坐着船来的 这个这个难民营待了 一年 然后 我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会有今天的 我拿了一个奥斯卡 这就是美国梦 这就是美国梦成真 我觉得 他的这番话 其实就代表了顺西全宇宙获奖的最大的因素 就是因为他最能代表美国梦 他们的成功最能代表美国梦 并不是因为这部片子最好 一个是今年没有太多的好片子 其他那几部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今年没有 太多可值得说的 我觉得唯一好看一点的就是 西线无战士 我要推荐的话 那你西线无战士加 这个壮志陵云去看一看吧 顺西全宇宙不喜欢啊 就像是黑豹那个片子 多烂呢 甭管是黑豹一还是黑豹二 居然全球几十亿美金的票房 真的我不理解啊 各位看他在国内的票房什么样 黑豹啊 就说明大家的审美是一致的吧 这不好看就是不好看 然后结果你们就是因为全是黑人 不能说不好看 还非得疯狂的这个 说他好 然后所有的黑人成群结队的买票 都都弄成了一种这个 战狼模式的这个观影观影体验了 怎么了这个世界啊 奥斯卡怎么了 想想那辉煌的年代 就七线无战士这种水平的这种片子 曾经就是满天飞奥斯卡 连细细的红线这样高水平的片子都拿不到奥斯卡 现在呢 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真的 今天是专门官方吐槽 奥斯卡 不喜欢啊 真不怎么样 气死我了 现在又不想过 我会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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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过